老花姨美丽达回答一下错我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话我发来的是一个茉莉花的问我 老花姨为什么我家的茉莉花呢 底下心长的小叶子总是死掉了呀 这个您要知道啊 养这个茉莉花也好 养那些个月季花也好 它有一个叫顶端优势 所以说呢 我不停地跟大家伙说什么呢 您要修剪 不要让枝条太长 要不然的话呢 光尖尖上长 它下面全部都黄了 要么就掉了 好吧 这个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这个没办法 对吧 他说蓝雪花叶子背面的白霜 怎么治 用反肥水行吗 这个没事啊 这个没事啊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臭宝 这个不是什么白霜啊 这个没什么事 这属于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没毛病啊 又没事啊 这不是 没事啊 这正常 用反肥水 这个没事啊 下话说老花姨老花姨 这个白色的菌丝 这是什么情况 自治了酵素的问题吗 还是什么病菌 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呢 你要知道啊 泥碳呢 它是一个纯的腐质质 当大家出现一些个跟杂菌反应啊 你包括这个空气比较闷热潮湿 它就会出现这种一个菌类的一个支撑 这个没事啊 这个不影响啊 今天这个问题都无关痛痒啊 臭吧 这个就主要是因为缺光啊 潮湿啊 闷热啊 这个没事啊 这些个菌不是恶性的菌也没事没事 好吧 下个话我发来的是北京茶花 干头焦头有些变黄呢 我看一看温度5到15度之间 茶花呢 5到15度就已经是它比较极限的温度了 这个温度是有点偏冷了 而且呢 茶花在家里面养护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空气湿度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都是说因为空气过分的干燥 然后有一些冷导致的好吧 黄叶子的话这个都很正常了 你尽量的要保持在15度以上才可以 好了下一个话说说这个新疆的水比较硬 就是碱性大 平时浇水的时候能往水里边加点硫酸碍铁吗 这个呢不太建议啊 你可以 咱们现在加点硫酸碍铁都好了 你就都可以有这个过滤的水了 你而且那边可以 接点雨水 如果这雨水不充足的话呢 您可以用些反飞水 如果说单纯的指望硫酸碍铁去调节涂碍酸碍度的话 你倒还真的不如弄点那个白醋了 好吧 或者说柠檬酸那了 要么你就用反飞水 硫酸碍铁调节涂碍酸碍度的话 太low了 就是太慢了 你就怎么说呢 就像山说 现在让咱们吃窝窝 窝窝不好吃 那是几十年前的一个食品了 你再吃现在是吧 有的话我还给它奉为神谈了 就淘汰了就淘汰了 就这样半斤吃你的大米饭就行了 就这么个事 好了 今天的养忘题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 现在一个是天冷了 再一个呢 家里边有地暖的花儿呢 空气都比较干到 总的来说呢 就是多则少少会出现一个 你比方说收一些白色的菌丝啊 那个花儿说 对吧 或者说是由于天气冷啊 有那个冻的呀 干燥的 你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 尽量的把植物当成人一样去对待 你跟植物坐到一块待24个小时 您觉得舒服 那植物就没问题 您觉得不舒服 植物还是差点意思 好了 今天养忘题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